主席三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 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绝对是当时非常牛逼的家族 司马家就不用多说了 最后一统天下 创建晋朝 成为最显赫的皇族 诸葛家族当然也不会差 诸葛亮在蜀汉全清朝野 诸葛锦在东吴那也是国之重臣 诸葛但则是魏国东南军居最高司令长官 当然诸葛家族的牛逼人物 不仅仅只有上面三位 事实上还有一位虽然名气不如以上三位大 但要论当时的影响力 绝对可以和诸葛亮平分秋色 他就是自小被称位神通的诸葛克 诸葛克自元逊 山洞一南人 东吴大将军诸葛锦的大儿子 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侄子 这家伙智力开发得太早 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就聪明过人 才华横溢 伶牙俐齿 绝对的神童 一等一的天才 连吴国大老板孙权都对他器重有加 经常夸奖他 蓝田盛产宝玉 名不虚传 这意思就是 诸葛锦不过只是蓝田 而他的儿子诸葛克简直就是美玉 事实上与诸葛锦不同 诸葛克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孙权重用 但他飞黄腾达的经过却很有点传奇色彩 因为他凭借的不是才学 而是插科打混 说通俗点 就是搞笑 据说诸葛克的老爸诸葛锦的脸比较长 有一次孙权宴会群臣 为了嘲笑诸葛锦长的项驴 故意让人牵来一头驴 脸上贴了张条字 写出诸葛子驴四个字 诸葛锦 字子驴 诸葛克看后 立马跑到孙权面前跪下来 说道 请允许我在上面加两个字 孙权欣然同意 诸葛克替驴就在诸葛子驴后面天上的驴二字 于是就变成了诸葛子驴的驴 然后他又赶忙跪下来谢道 多谢吴侯赏赐 孙权是又气又好笑 无奈之下 只好顺势把驴赐给了诸葛克 经过这一闹 孙权开始留意这位神童 他决定再想些恶搞办法来为难诸葛克 看他这个天才如何应对 紧过了几天 孙权恰好碰到诸葛克 就问他 你老爸和你叔叔哪个本事更大 按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天下人都知道他叔叔诸葛亮 比他爹诸葛景本事大 他要说自己父亲的本事大 难免有吹牛皮之嫌 但要说叔叔本事大 又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老爸 如此看来 孙权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他有理由相信眼前这个小神童 要沟里翻船了 人家诸葛克听后一点都没有犹豫 直接三个子回答 我老爸 孙权得意的笑了起来 看来你诸葛克也不过如此吗 他用嘲讽的眼光扫视 这诸葛克 似乎有意为难他 便在要他说出个理由 在孙权看来 诸葛克将要说的理由 无外乎是夸奖诸葛今有多么能 多么有才能 或者就是小孩子喜爱父亲的心仪使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 诸葛克抬起头 无谓的迎接孙权嘲讽的目光 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老爸知道为圣明之君做事 而我叔叔却不知这一点 所以我老爸比我叔叔有本事 这就是水平啊 堪称拍马屁中的经典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 孙权要比刘备英明 一个十来岁的小屁孩 竟然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 想出这种两全其美的外交辞令 实在不简单 孙权听了这个答案十分难以 当场变了开了花 还只探这聪明小子 为什么不是自己的儿子 后来这事情传到了宫中 孙权的儿子 也就是太子孙登 故意嘲讽诸葛克 说诸葛克应该去吃马粪 结果诸葛克马上会鸡 太子殿下应该去吃蛋 当时孙权在旁边听了 就笑着问诸葛克 我儿子请你吃马粪 你却请他吃蛋 你这不是吃亏了吗 诸葛克却很淡定的表示 没什么 反正都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嘛 解释 都是从屁眼里出来的 孙权稍愣一下 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 笑得眼泪都掉了出来 甚至连太子也忍不住 一边笑一边骂道 诸葛克该死 孙权因此喜欢上了诸葛克 便会时常常要叫他过来 直到诸葛克成年 吴皇五四年225年10月 蜀汉丞相诸葛亮派遣 费衣出使吴国 孙权很清楚费衣口才的遗憾 于是特意把诸葛克宣到宫中 随他一同接待那位费使者 这一年 诸葛克22岁 当晚孙权在宫中设宴款待费衣 要我说吗 孙权这个人 非常喜欢搞恶作剧 在费衣到来之前 他先命令群臣 等一下费衣来的时候 都给我们头吃饭 别起来别理他 嘿嘿 一会儿费衣来了 孙权放下筷子迎接 然而东吴群臣却依旧埋头狼吞虎咽 费衣知道这事孙权故意刁难他 于是就很不客气 对注重人劈头盖脑的说道 当凤凰飞来时 麒麟懂得吐掉嘴巴里的食物 停止吃饭 可是女子罗马却不知道 依旧狼吞虎咽啊 一席话 说得孙权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很是尴尬 关键时刻 同样有助三寸不烂之舌的诸葛克 赶紧在旁边帮孙权接口道 我们种植梧桐 本欲等待凤凰飞来 现在一些什么燕雀 麻雀的 竟然也赶自趁施凤凰来详 我们和不烂而设之 让他返回故乡 费衣听了 不再反驳 拿过笔 下笔成文 一会儿就写了一篇脉负 诸葛克也拿来笔 一会儿写了一篇谋负 二人针锋相对 都是相当有才 因此哈哈大笑 拧了恩仇 这就是诸葛克 能跟大才子费衣斗嘴不分胜负 舌头和文笔都是相当了得 后来费衣领走之时 孙权对他说 这位诸葛克先生非常喜欢骑马 请回去转告诸葛丞相 为他侄子送一匹好马过来 诸葛克听到后立刻跪下来拜谢孙权 孙权笑道 马还没送到 你先别忙着道谢 诸葛克却一本正经的回答 蜀汉就好比赢在国外的马舅 现在你已发出诏令 好马必然送到 臣哪敢不道谢呢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这才是真正的马屁高手 孙权自然又是心花怒放 因为得到孙权的特别照顾 诸葛克在官场混得可谓是如鱼得水 并且在孙权病逝之前 他还成为唯一的托孤重臣 成为季周瑜 鲁肃 吕蒙和陆迅之后的第五代大足度 全亲朝野